比较细节 那这位朋友他说 他跟一帮朋友出去旅游 然后他们旅游的时候 就要住酒店嘛 对不对 那酒店呢 可能就是一个人先拿出信用卡 或者一个人先支付了 所以他本人先垫付了所有的房钱 那后来呢 这些那大概就是AA制嘛 回来之后呢 这些亲朋好友啊 就是通过电子转账的形式 把当时的这些旅费啊 他们应该要承担的那个部分 就打给了这位朋友 那差不多有2000多块钱 他想问一下 那这个钱 因为在我的电子转账上 可能像一个收入这样进来 像这个需不需要报税呢 好 这个问题问很好 那我假设他被查 因为查账不是说所有人去查 国税也没有这个 这个什么资源去查所有人的账 所以不一定会被查账 那假设被查账的话 他看起来他 按照他叙述 这属于一个叫短期的借贷 就我先借给朋友这个钱 然后他再还给我 那你假如说查账的话 他需要保留一个借条 跟他朋友 让他朋友写一个 我欠你这个钱 然后他这个付掉的酒店的 这个房钱的收据呢 也保留好 然后他朋友汇钱给他的这个证据也保留好 那假如说他会的 他朋友汇的钱比他原来付的比较多的话 那有可能当作这个利息收入来处理 那他朋友假如付给他比较少的话 那少的部分就等于说 他是不是赠予给他朋友的这个金额 当然我们再换一个方法 因为他刚刚说是这个旅游 那还有一种商业的旅游 商业旅游的话 他假如说这个全额已经抵扣在他的公司税表里面的话 然后他的其他的朋友在汇钱还给他一部分的话 那这部分就会变成收入了 因为他之前把他全额抵扣掉 哦就不能抵扣第二次的 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其实还是很 国数学还是很公平的 这一套系统都是说的清楚 那当然就是希望大家还是不要被查到 不过这样也给我们就是叮嘱了一下 如果以后出去要玩的话 如果你运气非常不好的话 那旅游资金又非常大额的话 你那个收据没有保留好 或者没有借条的话 到时候你的会计师要解释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是不是 没错没错 好的谢谢李豪会计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 谢谢你